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祢在我们生活上的看顾 今天我们再来到祢的面前 要一起顺思祢的话 求主将圣经中的整理赐给我们 使我们都能够明白祢的话语和真理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对生活看法的方式 能够决定我们对各种生活问题的态度 尤其是对财富的态度 最重要我们应该要清楚的了解 其实地上有财宝 天上也有财宝 地上的财宝是看得见的 但它们是暂时的 可以被偷走 也可以丢失 第一方面 现在我们看不到的天上的财宝 但也不能被偷 马门是地上的财富或财产 它是有控制性和努力性的 如果我们爱钱 我们的人生就会被损益问题所决定 划算或不划算 我们追求划算的事 有利的事 但是不想要浪费时间做不划算的事 或我们觉得亏损的事 就不值得去对了 用钱来决定我们的生活 是违背上帝执意的生活 因此 如果我们生活上只能要赚钱追求财富 我们就不能奢奉上帝 奢奉上帝的人 必须灌注天上的财宝 而不是地上的财宝 当我们奢奉上帝时 上帝会看顾我们的生命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5节 耶稣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呢 身体不胜于以上呢 我们能看到在第26 28节 上帝从不忘记 养活天上不工作的废鸟 上帝用美丽壮士 野地的白荷花 所以上帝一定会提供饮食和衣服 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从一方面来说 如果我们为基本需求用律 这意味着我们不相信上帝的眷顾 另一方面 让自己被忧虑控制是愚蠢的 因为忧虑不能改变情况 在儿子气节 耶稣说 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 使受数多加一克呢 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生活 是在上帝的控制里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上帝叫回去 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想 我们在世界上看不到的未来呢 我们心主的人 能够确定 我们在天上的未来是肯定 比世界好很多 好很多 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 保罗说 我们知至赞至亲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舞弊永远的荣耀 所以我们心主的人 应该在世界上不需要忧虑任何事情 上帝一定看顾我们 记得我们在世界不是为了赚很多钱 有很大的家 很好的车子 送孩子上最好的大学等等 我们的生活是要侍奉上帝的 做他要我们做的事 那个是最重要 今天的文章中 在第十九到二十一节和二十四节 耶稣说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摇 能受坏 也有贼瓦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摇 不能受坏 也没有贼瓦窟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信也在哪里 二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爱那个 就是种这个气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麻门 上帝的儿女应该相信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 他惯醒和知道我们的需求 所以他一定会供应我们真正的需要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守护 我们就应该不要忧虑 所以我们能以上帝国度为首 也遵循上帝的旨意 如果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 为这一切忧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没有保障 他们不知道他们生活是为了什么 所以就追求他觉得最舒服的生活 不离别人的需要 不离家人的需要 有人一直赚钱 孩子让别人照顾 没有教孩子认识上帝 好不去或不去教会 不读经 不跟其他教会的人一起团聚 因为非常的忙 这为什么呢 是怕生活会不够吗 记得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在天上的父肯定会看顾我们在地上的需要 所有发生的事是在他的手里 我们不用怕我们的未来 不需要忧虑 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生活 把上帝的需要为主 更深认识他 帮我们其他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挣扎 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 这个是最重要 德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 原来我们不是故念所见的 乃是故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你相信除了地上的财宝 天上也有财宝吗 你相信上帝眷顾你守护你的生命吗 你已经把忧虑交给上帝吗 你是否优先考虑上帝的国度 优先考虑通过你的生活实现上帝的哲义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 感谢主 你是我们的天父 让我们能够整整把我们的生活在你的手里 相信你一定会照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们能够实现你的旨意 把你的需要为主 奉着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们 上帝与你们同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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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